再来看到受到台风的影响 加上适逢百年大潮 高雄骑行海水持续的倒灌 渡轮口一度淹到脚踝 一早民众还是必须涉水出门 只顾不方便 相关单位也立刻出动了两台抽水机 来协助减缓道路积淹水的情况 因为在屏东东港 是已经连续三天饱受积水之苦了 就怕鞋子碰到水 平常在黑铃鱼的推车改载人 瞬间变成了接驳工具 机车骑过去 见骑水花 平时的道路变水路 有骑士就怕突然抛毛干脆下车 用钱的 一早赶上班 无奈只能人带着车跑 还有人怕见水边骑边把脚撬高 其他民众要出门 同样得涉水而过 马路看过去汪洋一片 受到台风苏拉影响 又适逢百年大潮 台版威尼斯在线 民众忍不住直呼不方便 假设是第二个海南 没办法 这三公斤都到底没跪 我看不懂 机燕水情形一进连续三天 高雄迄今一号上午八点开始 海水持续倒灌 渡轮口迎渡淹到脚踝高度 将近十到十五公分 不少民宅家里免不了也遭殃 家具抛在水里 住户抱怨连连 菜市场才买的人潮也大幅减少 谈犯没生意也无计可施 没人家 海生是很大的 最浓人家里面 为了协助减缓机燕水情形 相关单位则出动两台抽水机协助抽水 另外屏东东港也饱受积水之苦 公车汽车机车通通都缓慢通行 就怕危险警察出动 热心民众也来帮忙指挥交通 地湾地区水一度淹到民众小腿高度 就算卷起库管还是犬尸 鞋子不想碰到水 没想到平时在黑鱼鱼的推车 改载人瞬间变成接驳工具 手推推车一次可以载运两三人 百年大潮连续淹进道路民宅 民众苦中作乐 也只能等待这波大潮过去 才能恢复正常生活 接着高雄频道照不打 接着高雄频道照不打